叶大侠 宋姑娘 叶大侠 皇上 伤好了吗 没事了 一切顺利 给皇上请啊 对了 咱们一行这么多人 怎么寻找宝藏啊 寒山这么大聚在一起找 确实浪费时间 依我之见 还是分头去找 那这人该怎么分分啊 看皇上的吧 准备好了吗 老样子 一 二 三 就这么分吧 天天 我今天真是特别高兴啊 你看 真巧啊 我们又分到了一起 这全真是划神了 我真是倒霉 怎么会跟你分到一起 怎么能这么说呢 来 我牵着你走 你可别忘了 我可是有夫之妇 你还想骗我 我早就知道了 你跟叶大侠 一直以来 都是以兄妹相成对不对 目已成舟 现在还说这些干嘛呀 既然没有洞房花竹叶 就代表我弘历还有机会 田田 田田 让我和你在一起 请给我一次机会 好吗 这是我唯一可以忘记你的方法 我要告诉你 你忘不了我 我从你眼睛里就看出来了 田田你别再骗自己了 而我怎么也不可能忘记你 你是皇上 你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呢 你还有江山设计 你还有宝藏要找 你不管了 好 此时此刻此地 在这儿只有你我的小桥上 我想和你在一起 能与平生 最爱的女子在一起 即便葬身于此 又有何妨 我只想保护 自己心爱的女人 天天 别离开我好吗 是 不要 那些是 我 一定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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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先生 他们亲密的合作 终于长得了包扎 佩服 佩服 哪里哪里 爷 爷 我们现在就去挖吧 刚才我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 天已经黑了 何况 真正的主角还没出现呢 叶大侠 待会儿去拿钥匙 明日就进藏宝洞 咱们就大功告成了 皇上 廉亲王明日会来吗 应该明日就能见分晓了吧 皇上 钥匙到底藏于山庄何处啊 » 零堂之上 你 我 我 如果 来 喂 青花 我们已经等候你多时了 是谁告诉你的 是我告诉他们的 你竟敢出卖明月阁 我对明月阁早就已经死心了 你难道不知道吗 一直以来都是你们痴心妄想 你会知道背叛的后果的 喂 青花 我们人多若围攻你 是有点说不过去 只要你放下手中的东西 我可以答应你 你还是有路可退的 是围堂中的信号 走 杀进去 杀 红历 红历 我问你 惟青花在哪儿 朕乃万成之尊 在哪里何用跟你说 你想见惟青花是吧 那你快点讲戏 不然的话 你很快就会见到他了 你杀了他 你竟然敢杀我明月阁堂主 自取灭亡 苏千玦 你到现在还不知悔改吗 从而 自始至终 我只是你手中了一把刀 你从来都没有顾及过我的生死 你心里只有你的千秋大业 那我告诉你 如今国泰明安 你却一再兴风作浪 扰乱天下太平 现在居然还想当皇帝 你真是可笑 放肆 从而 我真没有想到 你和你哥哥一样 背叛我 背叛明月阁 如果背叛明月阁 能换来天下太平的话 我想我哥哥在天之灵 也会赞成我的 上 杀了他们 你 你 都给我起来 你 哥主 我们跟随你这么多年 已经不想再打打杀杀了 你 哥主 我家里还有奇儿老小呢 我家里有个人 我不想再打打杀杀杀了 我一个人 和我家里有一个小的 聪王 我求你最后一件事 我想死在你手里 好吗 求你了 求你了 我 阿姨 皇上 我已经按你的安排 让惠珠陪着景妃 连也派人护手回宫了 毕竟是一个旧事故人 从而受了刺激 不一再留在这里 还有就是明天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 我不能分析你 谢谢你 在我身边陪我 喜子 喜子 田田 田田 廉亲王果然开始行动了 他干了什么 奴才发现廉亲王在今夜 连续出入好几个亲王府 有李亲王 端亲王 成亲王 果亲王 还有庄亲王 奴才推测 廉亲王是把天成寺那个东西 给王爷们看了 那要是他们联合起来 那可对皇上不利呀 那他们下一步失想 奴才让人盯着呢 他们八成是要去盘山 盘山 好好 你马上也去盘山 正好 快点 快 艾四 恭迎皇上 皇上 嘘 寂静山庄 真是不寂静啊 我是在做梦吧 八说你也来了 贤侄 本王已在此恭候多时了 那您有什么事啊 来人 大胆 圣家在此 你们竟守持利刃 拒不参拜 想造反吗 据说贤侄 已经找到我大清龙脉宝藏所在 今日本王来此 就是来见证此事的 八叔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 放在眼下真是恰如其分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我想八叔等着一刻 快用了你一辈子的时光吧 本王等着叶大侠为本王通风报信 等着揭开叶大侠的真面目 本王本王 本王早知道你这把钥匙是假的 只是没有点破 八叔您年纪也不小了吧 怎么还这么操之过急呀 你不觉得太早行动了吗 不会 怎么会呢 你没发现你们当中少了个人吧 谁啊 我 不知道神父怎么称呼 叫我神父就好了 我当然知道你是神父 神父总该有个名字吧 好 在下徐月翰 小秘密 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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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跟他是一伙的 那你就是朕身边的奸细了 徐月翰 你藏得够深的 能告诉我 你是从什么时候 被廉亲王收买的吗 皇上 闭嘴 王爷他并没有收买我 他这么做只是为了大清的江山 而我也是心甘情愿为他办事 那也就是说 出现在朕的身边 也是早有预谋的了 没错 因为你身世可疑 此事又事关重大 本王也是为大清皇室着想 本王这么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相信各位王爷 也能体谅本王的心情 张大人 皇上 你们要一起谋法吗 皇上 是王爷他 是王爷什么 是你立场不够坚定 左右摇摆 还有你们 贤侄 你不要吓唬他们呀 我大清自立国以来代代相传 谁料自本王以北开始便横生枝节 朝野疯传 你并非先帝之子 而是汉人一种 如此大事 岂能让你乱了皇同 今日当着朱王与众官面前 只剩揭露你是汉人的一刻了 八叔 是真是尾 请八叔拿出凭证来 凭证 凭证 凭证何在呀 当然 当然了 来啊 派您陈氏官之旗 梅莲英觐见 陈夫人 这位就是本王的贤侄弘历 也就是当今的皇上 没事叩见皇上 夫人请请 他就是陈氏官之妻 也就是你的亲身母亲 八叔 还未确定千万不可乱讲 廉亲王 此事尚未最后确定 你不能乱说话 都证据确凿了 本王怎么是乱说 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 夫人可有子女出生 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 这不是圣上的千秋吗 是啊 是啊 说 那一天你可有子女出生 怎么不敢说了吗 没关系 本王有一件证物 有劳张大人给念一念 陈夫人 新闻贵府诞一临儿 诚可贺也 今风重阳特备辩宴 请夫人携小公子前来一见 以增喜气 署名者是雍王侧附近扭葫芦氏 也就是太后娘娘 这就是太后当年手谕 那一夜 陈夫人明明升了位公子 而就在同一天 雍王府就添了一位四阿阁 有这么巧吗 王爷 这手谕何处得来 天成四 是 皇太后既放在方丈那里 至今已有二十多年 陈夫人 这是真的吗 你说话呀 那天我是生了个儿子 可他没有满月就夭折了 民府十分悲痛 就将他的遗物和太后的手谕 一同寄存到天成寺 想接太后的红符 让他早日脱生到个好人家 一派胡言 你儿子根本没有死 他就是弘历 王爷 民府所言字字是真 撒谎 姓梅大 你好大的胆子 你听了谁的话 竟敢撒下这么大一个弥天大谎 王爷 住口 是你们母子乱了大清的黄统 来呀 把这对母子拿下 等等 先帝遗诏在此 廉亲王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皇四子弘历乃朕亲生之子 因幼年多病 为阳解灾疫 曾纵往宫外寄养一载 近来竟有流言 遗称弘历为某某之子 朕心忧愤特立此诏亲此 大家都听见了吧 济阳宫外有这可能吗 谁信哪 王爷 各位大人 老奴在先帝身边伺候久了 就让老奴来说吧 当年皇上年幼多病 经一位喇嘛指点 说要把皇上送到宫外去祭养一年 太后就想到了陈士官之妻 也就是陈夫人 太后与陈夫人自幼为邻 情同姐妹 后来太后进了雍王府 陈夫人也嫁到了陈家 太后 就在太后生下皇上那一天 太后生下皇上那一天 可见太后娘娘的仁慈之心哪 原来是这样啊 皇上听着 觉得像是天外奇谈 怎么 您怀疑先帝遗诏 本王只信一点 谁能开启龙脉 才是爱心觉罗家的子孙 说得好 走 好 八叔 你期待已久的这一刻 马上就要到了 贤侄 不知道你此刻心情如何 人生能有一个真正的朋友 这种感觉棒极了 走 天下龙脉 弘历 看到没有 龙雕之上刻着 天下龙脉急者多 如果你不能开启龙脉宝藏 那你就不配为王 你就是接下囚败者扣 各位爱卿 今天到此已是大逆不道 无疑是对先帝的不敬 朕本已经是天下之王 又何须到此证明 而且朕根本不在乎什么宝藏 在朕的眼里 最大的财富 莫过于天下的老百姓 朕之所以费尽功夫 寻找宝藏 开启龙脉 就是为了揭露那些 图谋不轨 狼子野心之人 八叔 这是我最后一次这么叫你 哪来这么多废话 能打开再说吧 这怎么回事啊 这不可能啊 什么不可能 这不应该啊 根本就是汉人的杂主 什么先帝遗诏全都是假的 来人把他拿下 是 我看谁敢 这不应该是 这不应该是 只能是 何人 那我们的杂主 有点 几乎 廉亲王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来人 把廉亲王拿下 田田 朕想让你一起来见证这一刻 伤美女 你还有什么啊 地图都掉了 你举着 tro仙哦 那里他把 Commissioner的打开 cách满面的 在哪里 那里 会 王者清风 朕终于明白了 为天下之王者 若要得人心 必要如清风明月 行人间正道 皇上 恭喜你 如今终于证明 自己是满人皇室的后代了 以后可以 做一个 让百姓拥戴的好皇帝 天天 谢谢你 谢谢你一路陪我走来 但是 今天过后 就是我们决别的时刻 不要决别 留下来 留在我身边好吗 对不起皇上 我现在 已经是别人的妻子 不管你是明君也好 婚君也罢 你都永远无法改变 你皇阿玛杀死我父母的事实 我们今生注定无缘在一起 我们就不要跟命运抗争了好不好 放弃吧 天天 朕到现在终于明白 什么叫孤家寡人 朕虽贵为天子 却始终不能跟自己心爱的女人在一起 真是何等的悲哀呀 从此以后 我会很努力 学会忘记你 站住 你都别动 别动 叶大侠 快点 没想到 忘记 你 不 落 你 别动 立即 别动 杀 蝎 血 今天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爱四 你别过来 站住 再往前走我就开枪了 站住 爱四 爱四 不要 怎么 你心疼吗 宏律 真是风流成性啊 都到了这个时候 还儿女情长 你就这么做皇帝吗 我怎么做皇帝用不着你教 有本事你就开枪 开枪 我成全你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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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田 田田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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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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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天天 你知道吗 其实 你是我 你是皇上也好 爱死也好 我喜欢的 都是那个 最真实的女人 答应我 你一定要做一个 你贤命的皇上 让百姓安居乐业 天天 天天 盘山一役之后 乾隆王朝的辉煌 才真正开始 而围绕他登基前后的这段故事 却成了一个传说 如悄然流逝的沙丘 荡然无痕 只有一部野史 记下了一位老妇的回忆 他说起年轻的弘历 在江湖的种种意识 其中有武功高超的叶大侠 轨迹多端的廉亲王 而他说的最多的是宋田田 说他身似杨柳 美貌赛貂蝉 但对李聪儿却只字不提 好像从无此人 那野史里没有留下老妇的名字 只记下他姓宋 只要你给我一点点阳光 我就能照亮整片海洋 你看这句话 传遍了整个山谷 你说我们三个多不容易啊 终于走到一起了 这人呢要懂得珍惜 珍惜美好的时光 睁一下眼闭一下眼 时间就过去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 我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对吧 嗯 对 田田你知道你之前是什么样吗 太忍真 太计较了 我是汉人还是满人 你干嘛非要那么的计较呢 这有什么对不对啊 你呀 就是死心眼 你 你说什么呀 什么死心眼 什么 你又在胡说了 哎呀 好了 好了 不说这些了 艾斯啊 我想问你 你最想要什么呀 男人吧 肯定是权力嘛 权力越大 那那个就自然会越多 那才能抢得住你们嘛 对吧 对了 田田 那你最想要什么呀 我最想要爱情啊 我想和自己心爱的人 长相厮守 一起慢慢变老 我知道聪儿想要什么 嗯 我知道聪儿想要什么 聪儿要的是快乐 对吗 对 我找到了我的梦想 对 哎呀 田田 你真的都不记得 以前的事跟以前的人了吗 嗯 不记得了 叶大侠你都不记得了 叶大侠谁啊 他是你哥哥啊 我还有哥哥呢 你现在还有嫂子呢 嫂子也有啊 他就是你的那个丫鬟 他们两个好伤了 太神奇了吧 就是春平你都忘了 一看就是个闷骚醒的 还有呢 还有呢 还有慧珠你还记得吗 慧珠啊 他可比我们两个要幸福 他现在都怀孕了 有小宝宝了 那是他跟谁的孩子啊 他跟那个高侍卫啊 高侍卫 就是那个小喜子 高庆喜 哦 是不是那个 满脸菊花的那个 对对对对 因为在我脑海里啊 一直有一朵菊花 一会儿开放 一会儿凋谢 是不是他呀 是啊是啊 看样看样 像菊花的那个人 那个人你还记得啊 记得记得 对呀 他经常说一句话 差不多就行了 还有啊 我一直都以为 那个高侍卫 他是一个小太监呢 没想到 原来人家是个侍卫 还快当爹了嘛 真的 就是他 我一直都想问皇上呢 我总觉得高侍卫 以前看皇上 总有一种暧昧的感觉 暧昧是什么呀 暧昧是什么啊 我今天给你们长长见识啊 暧昧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 比昙花短 比爱情长 叫做暧昧 我觉得呢 人活着嘛 爱情最重要 但是生活中呢 也一定要有暧昧 多姿多彩的生活 要暧昧 不过呢 说了这么多 还是我们的男人他最乖了 你看 他把国家治理得多好 就是老百姓想要的那种生活 天下太平安居乐业 这个归根结底嘛 就是要国泰民安 老百姓在这个大家庭里面 能够安居乐业 快快乐乐地生活 那我也要归顾我的小家庭 我的小家庭呢 也要和和美美 你们知道吗 什么叫幸福 这就是幸福 你说人生多快乐啊